财政部日前针对囤房大户进行租金所得查核 结果需要补征的金额将近2.8亿元 国税局将持续针对学校还有捷运周边等出租的热区 展开为期两年的查核 预定要调查8000件 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 国内现有租屋宅超过百万户 没有缴税的房东高达了七成以上 政府要查房东逃税 不能只是限额的专案计划 必须要常态性 为了抑制租屋市场逃税的问题 财政部先前针对十户以上囤房大户 以及五户以上囤房大户 分别进行租金所得查核 接下来国税局将在针对学校捷运周边等出租热区 展开为期两年的查核 初步预定调查8000件 他是有可能会转嫁 但是我们还是会看谁比较便宜 就租哪边 那当然如果想要 想要把这些成本转嫁 我们租客上面的话 那肯定是会牺牲掉一部分的租客吧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先前多屋族专案 共查了9337件 核定补税4968件 也就是超过五成都需补税 核计补征近新台币2.8亿元 接下来新一波查核专案 不再只是以持有户数多寡 作为查核的基准 而是以出租的热区地段 作为查核重点区域 可能会扩大查核五户一下出租几率高者 国税局就各自辖内情况盘点筛选案件 要是遇到出租几率偏高的个案 国税局会检视水电费等资料 或实地访查房屋使用的状况 进一步与房东谈判 若坚决不承认有出租 查金流为最终的手段 我们政府估计 我们整个台湾的租屋市场规模 超过一百万间这样的规模 那绝大部分是一个地下化状况 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查的时候 那样背后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民营团体认为国内现有租屋宅 总数超过百万户 其中有城市报税 房东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每缴税高达七成以上 房东逃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查房东逃税 不能只是限额的专案计划 必须是常态性的查核 才能真正落实居住正义 记者为了张国良特别报道 所有 Standby 和宏 便宏 有没有生吏